伦敦和北京相距12304公里 北京在晨曦中渐渐醒来的时候 那里的夜色正浓 对于他们来说 北京和伦敦的时间距离是四年 四年前 欢笑 泪水 飘扬的五星红旗 织就了我们绚烂一下的记忆 如今他们再次出发 伦敦能否成为他们延续辉煌的舞台 林丹 霸气外露 个性张扬 是中国男子语谈的话题人物 不满19岁的他就获得国际语联第一的位置 他还是北京奥运会男单冠军 国际羽毛球七大满贯第一人 这个夏天 其万千荣誉于一身的林丹又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成为羽毛球奥运历史上 第一个蝉联男子单打冠军的人 这几乎是所有羽毛球选手梦寐以求的辉煌 林丹能成功吗 林丹 必胜条件 进攻意识强 场上速度快 进攻落点好 攻击犀利 步伐灵活 风险因素 对手实力强 胜负取决于林场发挥 球迷送给林丹一个尊贤王者地位的称号 超级丹 不仅仅因为他精湛的球技 还因为他的霸气和张扬的个性 林丹属于那种个性张扬或者场上 你必须要有一种狠劲在那里 你不能说你上去就这样软 然后人家就把你当个软 所以就掐了或者怎么样 你肯定场上就算你不怎么样的话 你就是在打球的时候 你那种狠劲你要打出来 让人家或者是你的眼神很凶 或者怎么样 你让人家要怕你的感觉 你这样你在场上你才能赢球啊 然而他的这种个性 却也给他的运动生涯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对林丹来说 这原本是场普通的比赛 然而这个球之后 林丹却陷入了舆论的泥沼 情绪非常激动 所以我觉得 当时也很想冷静下来 但是确实很难 那个情绪就已经出来了 事件的起因是林丹对韩国名将 李炫一打出的这个疑似界外球提出异议 以主裁判比较远 主裁判就没有太表示出 是界内界外当时还没有 但林丹就这个时候就 照主裁理论 通过电视回放我们能看到 球确实出界了 但裁判并没有对这个球进行改判 当时的林丹很激动 在这个理论的中间 李毛已经蹭就从政治上站起来了 站起来而且往前面跨了两步以后 用他的手指着林丹 但是又吼又叫的 完全就是一种 没有理智了那种感觉 这个穿黑衣服的人 就是韩国队的教练 前中国羽毛球队主教练李毛 据现场摄影记者介绍 当时李毛与林丹只说了两句话 林丹就激动地冲了上去 手中的拍子几乎要砸到李毛的身上 这个时候他可能那种言行和动作 可能激怒了林丹 他没有讲说直接的是说 可能说直接的在骂我 但是他表达出他的那个情绪 而且中间带着那种脏话 是可能跟着他当时的情绪出来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就好像就说 都已经很轻就你了 但是我只说的很谦虚很低调很低调 但是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非常火 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 但是林丹在负面心理的影响下 最终败给了对手 仅获得韩国公开赛的亚军 他留在人们印象中的 不再是胜利时的欢呼 而是鲁莽和冲动 从此超级丹陷入了舆论泥沼 媒体和网友的言论指责 给林丹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时隔三个月 深圳一家媒体又爆出 林丹与教练吉辛鹏的冲突事件 在网络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林丹又一次被负面的舆论 推到了风口浪尖 梅提那个时候说的也太过分了 我看我在那边 他没打人呢 我第一个时间就跟他讲 我说儿子也二十多岁了 老爸这次来一个探望 第二个人我就落实一下 你其他人呢 论个人不要拿你讲 我老爸也不会讲出去 你确实你跟我说一声 你又没动手 他说你相信我 我确实没有 不知道哪一个个这样子 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也知道了 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被外界 就是拿来评价 报道 就是非常不利的 再把之前的韩国事件 再拖进来讲 关键是这些报道 对我不好的也就算了 它关键会讲到整个队伍 就是队伍的管理 李岛教练的一些管理 好像对太松敞地管整个队伍 或者对有些队员 好像过于的偏爱 就是好像是认他怎么做 那对于我来讲 我是事情的源头 那我会觉得自己好像 要就是好像 好像就是犯了比较大的错误 在训练疲劳和负面舆论的 多重压力下 林丹每天都要靠安定药物 才能勉强入睡 这个冲动易怒的大男孩 究竟能否战胜鲁莽的心魔 以真正的王者姿态 面对伦敦奥运会 给所有喜爱超级丹的人 心中留下了一个问号 请不吝点赞订阅 回首2011年林丹的表现 让很多人疑惑不解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他一共七次退赛 首先非常地抱歉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 为了今天最终南丹的决赛 来买票来看比赛 但是确实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昨天晚上可能确实有点生病了 所以今天不知道 不得不放弃今天的比赛 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理解 舆论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难道林丹的伤病真的如此之多 还是这位昔日王者 安于现状而无心应战 在众望所归的众敦奥运会上 超级丹能否未免成功 达成蝉联羽毛球男单冠军的夙愿 对于这些质疑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给出了专业的解释 像林丹这样优秀的运动员 这样顶尖的运动员来讲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状态都放在全年的每一个比赛上做去 那世界以内那些规定呢 你不参赛要花钱 而运动员得的钱本来就不多 他发了很多 你不参加的话不行 所以第二个呢 你不打的话分数不够 有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所以从这两点来讲呢 说林丹必须不管是什么状态 他都要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那最好的理由 就是拿到差不多自己认为 可以得到的分数的时候 采取一点这样的积极的方式 也不是这么坏事 当然这一点不是我们队里安排的 所以首先希望你要理解 有些时候大的比赛还在后面嘛 你不可能为了一些小的比赛 把自己拖垮了 你再怎么去打奥运会 再怎么去打四景赛 还有这些大的比赛团体赛 是这样的 与其说退赛是战术的一部分 不如说林丹更具王者之气 昔日的冲动与鲁莽 已经渐渐消失 在他的身上多了一份 应战时的老练与成熟 而这种变化 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 马来西亚羽毛球领军人物 李宗伟 事实上 马来西亚作为羽毛球强国 一直是中国队夺冠的最大阻力 而林丹经历过的所有重要比赛 对手几乎都是李宗伟 两人的较量无处不在 2007年下半年 李宗伟两次在国际大赛上击败林丹 2008年汤姆斯杯半决赛林丹最终不敌李宗伟而无缘决赛 李宗伟成为了超级丹的超级麻烦 他比我强 我就是几片大 我有可能赢也可能输 因为毕竟你汤姆之前输给他 你输了你输给他肯定心里面还是会有点 不是太有底 你只能是说我尽可能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冲击他 我看他的训练 我都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他太认真了 谢信芳 林丹的妻子 前羽毛球世界冠军 曾与林丹一同站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并夺得了女丹奥运亚军 作为林丹最亲密的人 谢信芳也很难理解林丹的魔鬼式训练 他说他摔了很多牌子 而且他是有我们女队在他都这样摔 就脾气很暴躁很暴躁 我都感觉害怕 就有点恐怖的那种感觉 他说你必须每天都是当成奥运会那样念 进入到有点病态的状态 那种病态状态就是 要强就一直要让自己想办法越来越强 就打个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对手什么球打过来我都能打过去 而且每个弱点都非常好 就磕磕到这种程度 有些人对他的攻击 有些人对他的指责等等 他变了他觉得说我非要赢不可 我要你们看看 对 我要证明你看我林丹行不行 林丹就是这么种人 他就是打心的那种 终于林丹和李宗伟 在北京奥运的决赛场上再次相遇 2008年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南丹决赛 正是林丹改变命运的一战 面对素敌李宗伟 林丹的心中难以平静 其实上场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还是紧张 我相信李宗伟也是紧张的 一样的紧张的 可能会刻意的说 要怎么走 就有点紧张 就是这样 因为在奥运会赛场上 你很难做到 很自然地就走过去 就开始打了 中央电台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 第29届奥运会羽毛球 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 这场比赛 由中国队的林丹 迎战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也是奥运会历史上 无多见的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和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 进入了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首先是林丹发球 奥运会赛场上的紧张气氛 几乎让运动员窒息 在快速赢下几个球之后 林丹的眼神开始飘忽不定 频频望向教练系 他自己在比赛场上的过程当中 他有多次 很多次回过头来 他犹豫过 他在怀疑自己这个打法行不行 一直这么快 体能能不能保重 林丹的教练汤仙虎 为他制定的战术非常有效 压力的填平渐渐向李宗伟倾斜 他可能在那个阶段终于也开始感受到 什么叫奥运会了 突然间就不知道压力从哪里 他就四没八万就可能就袭来了 21比10 林丹以超乎想象的顺利 赢得了决赛的第一局 所以就上场前再喊一下 就告诉他这就是第一局 重新开始 赶紧把第一局那些赢得这么顺利的感觉 赶紧忘记掉 第二局林丹将他的霸气发挥到极致 半场过后只让李宗伟得到一分 随后的比赛李宗伟更是全面溃败 本来势均力敌的对决 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每当大赛的决赛 都是有一方会提前崩溃 可能这种比赛不一定会很精彩 但是绝对会很长 比赛进入林丹的冠军点 现场观众高声呐喊 但林丹却做出了这样一个动作 也许这个冷静的动作 正是林丹逐渐成熟的标志 因为真正的王者 在下一刻即将出现 放了 你跟我一回放 突击 抓直线 保球 等分 林丹四年来的努力 终于转换为了奥运会金牌 超级丹终于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超级丹 在我这个时候之前 我要承受一些很多一些 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好像蛮难的 就是能够在这么多 就是有很多人都等着 看你笑话的时候 你能够准处 拿到这么重要的一个金牌 我觉得就 是一件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眼泪也就出来了 林丹留下的泪水 是回报这四年辛酸的喜悦 更是他告别昔日不羁的宣言 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 败给了林丹 但不甘失败的李宗伟 依然以优异的成绩 保持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而在林丹的眼中 李宗伟始终是一位可敬可怕的对手 稍有松懈便会被他落在身后 你能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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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彼此打了 因为他们打了太多了 就是特别熟悉了 就是看 一个是 看场上的那个 就是跑动 以及场上的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再一个我觉得 还是一个心理方面 我觉得现在林丹 打了那么多比赛 他的在心理上面 还是很成熟的 就是有些遇到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还是能就是坚持顶过来 就是属于这样的 林丹 去年八月 伦敦羽毛球试颈赛南丹决赛 这是林丹和李宗伟 在北京奥运会后 首次在世界大赛中碰面 两人在球迷的热切期盼下 双双降临伦敦温布丽体育馆 这里不仅是他们 征战2011年世锦赛冠军的战场 也是2012年 伦敦奥运会的决赛球场 温布丽体育馆 在此刻成为 球迷瞩目的焦点 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 很有可能成为 伦敦奥运会 所有猜想的预言 比赛果然一波三折 精彩分成 前两局 两个人战成一比一平 决胜局的比赛 更是扣人新鲜 林丹过于追求角度 造成失误 20比19 李宗伟拿到了冠军点 还是想改变一个拨球 拨一个对角 但出现了失误 非常关键的一分 李宗伟的冠军点 出击直线 林丹翻机漂亮 不要 2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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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出底线 这也是李宗伟的这个进攻的态势 给他压力太大 所以要求这个调底线 要求质量太高 结果出现 第二个冠军点 李宗伟的 要往前直线 上往缩 林南机会 再次挽救一个赛点 再次挽救一个场点 林南的底线控制得非常好 我的手术再接线一点 漂亮 林南在这个时候心里相当稳定 关键时刻 面对近在咫尺的冠军 已经浪费了一个冠军点的李宗伟 再次犯下错误 李宗伟是从来没有拿过冠军 他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22比21 林南第一次拿到赛点 李宗伟点杀直线 上网 放网 机会球 轻杀 挑对角 林南控制得非常好 林南的球的弱点 控制得非常漂亮 李宗伟确实没有机会 在最后这两分里面 林南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盘两局 而且决胜局是面对对方两次冠军点的机会 林南完强的力度 23比20在决胜局胜出 像今天这样的决赛 我还从来没有打过 我也是觉得有史以来我们两个决赛最精彩的一场球 我始终觉得比赛打到今天这个状态 其实无论是李宗伟胜还是林丹胜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的比赛的状态 其实让两国球迷都会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们两个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场比赛再次成就了林丹的王者地位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位王者的霸气已经与他的沉着和冷静融为一体 成熟自信的他 以王者的姿态挥洒着胜利的喜悦 同时也给对手带来巨大的心理打击 他们的下一次交锋 就是11个月后的伦敦奥运会 如果要保持很好的状态 其实还是需要很大的欲望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今天我找到了那个欲望 所以会很好的鞭策 我后一段训练的一些状态 因为奥运会 我觉得林丹跟我就应该是 最有一届了吧 就下来应该是最有一届 但是我们就应该是 这两个来说都 人家都会看我们最大的对手 无论是卧薪尝胆 等待再次爆发的李宗伟 还是凤凰涅槃成熟蜕变的超级丹 我们有理由相信 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 林里大战将势必再度上演 让我们一同期待 2012王者归来 夺金指数 能够打败超级丹的只有他自己 夺金指数五颗星 马上就真的很快就会来到 所以当然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准备 至于这种结果 我不会去对自己要求太多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有太大的一些压力 我希望自己能够 很好地去享受这次奥运会 我觉得他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好的状态 我觉得12年他也不是说肯定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每当国歌奏响 颤动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心弦 每当国旗升起 牵挂的是无数中国人的希望 这个夏天 所有的目光在这里凝结 伦敦是我们猜想的归宿 更是他们梦想的舞台 他们是北京奥运会的冠军团队 但随着老将们相继退役 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困境 没有绝对的那种 陈一斌临危受命 他将如何接过队长的大旗 我已经高级结果这个 我的时代 来的 伦敦奥运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能否他乡未免 伦敦夺冠 请关注中国体操男队的 伦敦猜想